在这分叶似火的国度 我们与主悄然相遇 在那生命如全的岁月 我们与他谈天说地 让我们的情 在电波中流淌 把我们的爱 大声说出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是爱要说出来 我是你们的小主播 Danny 我是你们的小小主播 陈子老师 大家又一次见面了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我们的情况吧 最近家伟跟辛迪都很忙 我都没有看到他们 哇真的 连我们的录音都不来了 他们俩太忙了 听说家伟最近找到新的工作 我们的小聚会都没有办法 云聚会都没有办法先生 看来真的是很忙 这个大陆制也是 看来大家真的都很忙 辛迪听说她是在上课啊什么 估计现在在赶做音乐 你在这后面吐槽真的好吗 要卖他们 谁让他们不来呢 可能真的是太忙了 对对对对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的 对呀 我最近其实也挺忙的 所以今天还才刚刚上网课 然后晚上又赶着跟你 一起来录制这个节目 我最近忙什么 不要太感动 我比辛迪跟家伟有义气吧 我最近忙什么呢 都是普通人该忙的东西 生活 忙自己的生活 还有忙自己的工作 现在因为疫情 上班都挺忙的 虽然因为疫情发生了 学生比较少 来的学生比较少 但是也是因为疫情 现在学校的工作量就更多了 你每天要清理的东西 还有要防护的东西就更多 所以最近在学校那边还挺忙的 特别你要做直播是吗 直播 对 我刚刚说的是我在DK的工作 在学校会比较忙 直播也是 我今天就是刚上完 就是网络课程 给中文学校的孩子们上课 要备课呀 还要批改作业 发各种邮件 发各种材料 所以的确挺头疼的 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就是零零碎碎的小事 都在忙都在忙 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忙 然后本来星期天可以休息 但是现在星期天 也会去教堂帮忙 去当义工 所以星期天也是比较忙的 所以这么算下来 我一周七天都是满满当当的 所以真的是 百忙之中抽空出来录制 对呀 你最近怎么样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 听众朋友们非常有荣幸 这么忙还能听得到我们的录音 我呢 更是忙 其实现在还是全职工作 在家工作了 虽然是在家工作 你也是在 有时候在家工作 工作量根本没有减少 反而增多 我有时候学的 然后 然后 对 对对对对 老板有可能会怕你在家偷了 时不时的给你塞一点工作 就怕你在家闲下来了 对对对 太狠了 你吐槽完星期吐槽完 家伟你还要吐槽一下你老板真的好吗 我老板是特别对我们这些员工特别有关爱 所以要给我们工作 那我们充实一点 额外的关照是吧 对对对 挺好的 其实 这么忙 然后我最近 然后我最近除了工作 会觉得 觉得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所以我又去报了一个网课 然后我估计我现在 现在也在边 全职工作边上 一个online course 然后也能体会到心底那种 第二天要上交作业了 然后 当天晚上要 上交作业了 又回到了这种学生时代 哇真的 压力很大 很麻烦 所以当学生也有当学生的烦恼 也有当学生的忙碌 工作工作了也有工作的忙碌 跟烦恼 这个阶段都有各个阶段 该烦恼的事 我很荣幸 你两个同时有了 对 你有双重体验了 那 你这么忙感觉如何呢 我想要休息一下吗 因为我对我来说 周一到周天都在忙 有时候 真的想偷个蓝 像下一周 我就要七点半开始上班 你也知道现在 加拿大已经进入冬天了 七点半上班 天啊 多少人还在睡房 我就想一想 我就有点 有点郁闷了 有点不是很开心 那么早起床 然后可能就 就天都是黑了 黑的觉得全世界都在沉睡 然后你得这么起早堂黑 有时候心里会一瞬间 有那么点不平衡 然后觉得 哎 其实你想一想 对 你还是为自己再努力 对不对 我其实有时候想的就是 我们现在年轻人 是要为自己努力 该学的得学 现在不学 等了以后更难学 学不进去了 现在不拼以后 更难拼了 对不对 哎 这些道理都懂 可是 所以就是说 有那么一瞬间 其实也知道 我虽然是为自己拼 为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工作 去这么努力 其实也是 往好处了去想 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生活 为自己以后的发展 去做一个 这么一个奋斗的过程 其实也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当下 在这过程当中 自己会 瞬间迷失了一点 可能偶尔迷失了 那么一下下 所以需要有人 偶尔听一下 自己倒的苦水 倒的垃圾 偶尔把自己拽回来一下 所以星期天怎么说 有时候 虽然星期天也在叫它忙 但是 忙归忙 但是在弥撒战中的时候 你自己放松下来 还是算是一种 扩服算是一种放松休息吧 对 我其实有时候就觉得 太太忙了 就是像每一天 今天有今天的作业 明天有明天的那个工作 那个Task 或者Project Due Day要到 就是我会觉得 很经常像你这样子 充充满满 今天很充满的赶完一天 哇 终于结束了 今天 完成了今天的工作量 然后睡觉 然后第二天醒来 又有相同的东西 又要忙着 就是 又忙着很多新的东西 然后感觉每一天 我特别是这一阵子 上课以来 晚上两三个月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时候工作又到了 那个比较忙的季节了 那就就特别有这种感觉 就是 压力 每天 其实对 压力 一个一个是 就是踩着点 要陪家了 陪要陪家人的时间 更少了 就几乎没了 然后就是 你如果不去学习 或者不去努力工作 也不行 特别是我们 入职场几年的 这个特别面临的这种 升职加薪的压力 对对 然后你的职业发展的什么 就逼着自己一定要去 再进修再学习 然后工作要 感觉好难平衡啊 对对对 这种 我觉得这种状态不好 那是 特别是这样的状态下 我给自己的那种 时间 我沉淀自己的时间就没了 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或者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特别忙特别忙的时候 你就很荒漠 你就心里 感觉崩崩崩崩 一直紧绷的 你没办法 垫下来 垫下来 沉下来 想一想 最近自己做一些什么事 就是做的这些事情 到底好不好 就回顾的时间没了 我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状态 就是 我相信大多数听众朋友 都会有这种感受 都会有这种 对对对 作为年轻人就是 很难去平衡好自己的生活 跟工作 或者这种精神享受 跟物质追求 这两方面 像我 我也是 我也很想有时候 像你说的 自己去沉淀下来 去好好地回顾一下 自己做了什么事 自己做的这些事的意义何在 但是 生活 总归要生活下去 所以 目前对我来说 我还是会 偏玩 就是偏努力去工作 去先把生活搞定 然后再来享受我的物质 我的精神世界 就是现在 很想享受精神世界 精神还没有吩咐到的地步 我问 对 我考虑一个问题 你知道 那个 我们 这个字怎么写的吗 我们来加拿大好几年的人 估计中文水平都不是很好 但是你是中文老 我是小中文的 对 放心 我不会忘了这个字的 蛮字 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颗心 右边是一个王 你要跟我深入分析一下它的意思吗 对 所以 你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没事 这一次您来当老师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心王的意思 哇 你好好有学 我 其实我们的 我们老祖宗 其实已经 帮我们想好了 太忙的时候 就等于是 心死亡了 这种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们创作汉字的 我们老祖宗 特别有的智慧 就提醒我们 这种状态不是特别好 心都死了 怎么好呢 所以 但是 我们老祖宗提过 我们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 这种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们要跳出这种状态 那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 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要不留着下期节目 我们一起分享这一段圣经 那我们下期节目 要不留个悬念 跟大家一起听听我们的这一段圣经 圣经是怎么教我们面对这种状态的 好 那我也很想知道 你到底要分享的是哪一段圣经呢 我跟大家一起等待 期待我们下期的节目吧 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说说你们最近在访一些什么 你们的烦恼是怎么样 你们遇到烦恼的时候 是如何平衡你们的生活呢 都可以给我们一一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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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